沿着台山县进入苗栗县施坦桑 在最重金呼售而过的公路旁 接着一颗颗鲜嫩玉滴的草莓 而在这当中可寄遇了 越南新住民廖立娟的心愿 就盼老天赏脸可以硕果丰收 不过天不走从人院 年初的英语连绵 让收成失常 但廖立娟只得逼着自己 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兑付 因为她的身旁没有人可以依口 而那一天 仿佛还粒粒在目 十多年前正当家家户户 欢天喜地地准备迎接新年 廖立娟的先生突发脑溢血 昏迷整整四十天 即便动了四次大手术 却无法从死神手上 把人抢救回来 这巨大遗憾 让廖立娟的心空了一半 但她没时间消闯 因为她不只要照顾年迈的婆婆 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因此她只能正面迎战 这些来自生活上的磨难 很多人我越南也要走 哪里都要走 反正肯做不会饿死 廖立娟的心性 没被生活的考验 吹折哭手 这些风霜反倒抵立着她 让她散发出温柔坚毅的光芒 这些风霜反倒抵立着她的风霜 这些风霜反倒抵立着她的风霜